好,這是洗好吹好的效果 那可以跟前面比較起來 它顏色看起來是比較淡 整片是比較淡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這隻狗有些類腺阻塞的原因 或者是分泌類腺的原因 有很多種,那這隻狗如果緊張 壓迫、激動 它馬上就會分泌類腺流下來 然後這時候如果你幫它吹乾 它顏色是會變淡的 我們可以試試看 好,看一下 它整個顏色又變淡回來了 好,那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上次來做過 然後這隻做,大概間隔沒有很久 大概七到十天以後 那你看它底下的毛 很重要,把它翻開底下的毛 有看到這底下的毛嗎 這底下毛是白色的 就表示它現在類腺的分泌問題 有一點改善 就是之前弄髒的部分是在這裡 那它現在新長出來的毛 並沒有受到污染 有沒有 所以它可能有一點改善說 你新長出來的毛 它就不會繼續受到氧化狀 就像你類腺流下來 它底層毛也不會弄到 所以這個還蠻神奇的 好,那就是你要持續去用 然後你要知道你的狗 為什麼會有類腺 那這除了類腺,它以前是自己大片 那現在這邊都開始慢慢變淡 它底下毛都是變淺 那如果持續使用的話 它就是慢慢會變淡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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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